三重五华小作所学员认真地端着盘子 将甜点及饮料送到客人桌前 为了让心智障碍青年顺利进入职场工作 在社团法人台湾服务业发展协会 与台湾后道社会服务联合会发起的等录校查活动 三重五华及新店央北两家小作所的八位学员上场 为70多位客人提供送餐服务 我们这一群心智障碍朋友到了成年之后 可能除了学校毕业没有办法立即的去就业 所以我们需要藉由一些训练 包括在我们中心内部的一些 比如说社会技能的训练 如何跟人互动生活自理的训练 然后还有工作人格的训练 工作技能的训练 让他们可以有机会慢慢的到外面去就业 那当然没有办法立即到一般社会就业的年轻人呢 就需要有像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让他们实习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让他们知道在外面就业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跟现场社会大众 来宾透过活动的交流 让来宾透过交流来认识他们 来化解对于智能障碍朋友 这些误解、歧视、霸凌的问题 这样做一个社会融入 第一社服方面表示 由新北市政府委托经营的小作所 主要是培养心智障碍青年工作态度与技能 透过三周的工作训练 协助学员完成进入职场或庇物工厂前的转型准备 我们其实会先要求他们就是要有一些 跟一般人职场一样的一个工作的态度 就是要准时上下班 那可以完成就是当天的一些工作任务 那我们会透过一些简单的代工 然后培养他们的一些精细动作 那再跟透过一些团体的社团 让他们可以有互相互动 然后让他们可以稳定情绪 进而到跟一般的人做一些互动 第一社服方面观察发现 这些学员其实都能升任规律单纯的工作 希望有更多企业愿意提供 薪制障碍青年就业机会 也呼吁社会大众 对于这一群想要自立生活的青年朋友 能多一点笑容及肯定 尤其我们在做清洁训练 或者是我们有很多的年轻人 在便利商店上班 或者是在咖啡店 其实都可以有机会看到他们 因为像简单的这样的一个规律性的工作 很适合他们 也很希望社会大众在社区里头看到他们的时候 可以给他们一点笑容 让他们更有自信 觉得自己是真的跟这个社会在一起的 然后让他们有机会 可以付出他们的一些能力 有能力可以展现 那他们会更有自信 第一社服方面也欢迎有生活治理能力 想要参加作业活动甚至重返职场的身心障碍朋友 可以申请成为小作所学员 希望透过一定的训练 为心智障碍者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 谢谢